47名民主派初選案 第四批求情的 是參加九龍西初選的岑梓杰 毛孟靜 馮達俊 劉澤峰 何啟明 黃碧雲 早前獲判無罪的李宇信 凌晨來排隊旁聽 他說不適宜說太多 總之希望在這裡 一起面對 想入政庭的還有被告昔日戰友 都是因為Jimmy今天求情 都很久沒有見過他 我本身沒有特別去探望他 這三年左右 所以都很期待可以在法庭見到他 Jimmy是我認識了十幾年的朋友 我還記得有一年生日 他特意跟我一起去唱K 所以我很想他快點出來 我們有機會一起去樂巴唱歌 也好什麼都好 我很佩服他去做私立覆核 因為GR是一條很不容易的路 而他是進去做GR 因為中審法院的判決是確定 政府有一個框架去承認同性的伴侶 最少我知道很多同性伴侶 很多LGBT的朋友 其實是很想多謝他做這件事 這是我其中一個也很想今天 離奇的原因就是 我也很想讓大家知道 其實很多LGBT朋友是支持Jimmy的 我希望無論是法官也好 或者是我們外面的人也好 聽完他們的求情也好 不要對於他們的求情 是會覺得很失望 或者甚至是覺得 為何你要去跟誰誰道歉 而是想想他們的經歷 是真的受了很多的苦 你不介意再說一句毛衣衣 就是他停上的反應 不斷打招呼 不斷說哈佬 還有比心心 狀態很好 很精神 很健康 社民年的陳寶瑩 王浩銘 前職公盟秘書長李卓人的太太鄧燕娥 也有來旁聽 走入法庭 見到毛孟靜摘起頭髮 穿黑色連身裙 淺啡色外套 岑梓傑身形大隻了些 穿黑色Polo衣 前陰流長了 開庭之前曾經拉低口罩 和旁聽直溝通 馮達鑲就穿深藍衣衣 戴深藍白斜紋胎 劉澤峰穿白色衣衣 身形銷售 何啟明出庭時穿藥不斷揮手 穿深灰色T恤 黃碧雲穿深色花紋上衣 和裁缺日最後見到他的衣著一樣 也有向旁聽直揮手 先看看岑梓傑一方的陳詞 各位我是岑梓傑 今天我宣布參與立法會選舉 是我覺得我要參選 我要出戰 我要在議會裡面 去和香港人 面對最艱難的時刻 岑梓傑由大藏郭景憲代表 郭景憲認為岑梓傑的罪責比較輕微 說岑梓傑以往組織公眾活動都會遵守非暴力原則 也會與警方磋商 又提到 控方重返證人歐諾軒也有為岑梓傑寫求情信 歐諾軒在信裡 前面懇請法官考慮岑梓傑的政治取向輕判 說岑梓傑作為社民連代表 在協調會議上 是主要反對無差別否決預算案主張的人 強調岑梓傑的反對有決定性作用 九西區最後都沒有將無差別否決 納入為共識 大家好我是毛孟靜 我做了兩屆立法會 都未常說是沒有想過急流勇退 但現在國安法殺到來 代表毛孟靜的大狀黃雅斌就說 毛孟靜現年67歲 在成為立法會議員之前 是記者和教育家 黃雅斌說接納毛孟靜在案內 有一定的參與程度 但他沒有向其他被告施壓 也深切明白否決預算案 可以導致的潛在傷害 說毛孟靜已經有悔意 建議量刑起點是5至6年 黃雅斌說 有很多人為毛孟靜寫求情信 包括他的大學同學 街坊、倚座 也有前立法會議員石禮謙和容樂會 黃雅斌說 雖然石禮謙和毛孟靜的政見相當不同 但他們仍然不時就香港公共政策交流 而容樂會就在信中提到 毛孟靜如何在立法會為少數族裔賺資源 以及為動物權益議題貢獻 至於毛孟靜親自寫的求情信 就提到他對自己的參與真誠道歉 也提到他丈夫的情況 說真誠希望可以和丈夫共度餘下時間 法官李運騰關注 黃雅斌說毛孟靜不是初選組織者 但戴耀廷曾就著初選的合法性諮詢毛孟靜 又說毛孟靜曾經推動國際戰線 法官陳仲恒也說 連戴耀廷都諮詢毛孟靜 那還可不可以說他對法律無知呢? 黃雅斌重申 毛孟靜沒有設計初選 絕對不是初選組織者 推手 國際戰線也不是這次這件案的控罪 我是馮達進 家山全部創辦人 我參選的主張就是 香港人必須當家作主 確立香港共同體的身份認同 代表馮達進的大狀奇志說 這件案非常獨特 是其他司法管轄區未曾聽過的 說被告以非法手段尋求改變 說的是透過投票箱成為立法會代表 其志說 在籍被告全部都一再告訴法庭 他們的行為是出於良好動機 這些是在其他案件不會聽到的 又說全部被告都是社會 或者民主社會的領袖 法官日復日聽他們的求情 都相信聽過很多次他們是怎樣服務社區 案中被告當時也相信自己是用著 和平手法去服務社群 其志又說 案發時香港的選舉文化是 反對派的意見不單止合法 也是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通識教育更是訓練提問的重要一環 在公、私、領域都鼓勵思考、辯論 但這個情況已經落幕 要求放權變成顛覆 其志說 馮達進出身香港傳統名校是拔稅仔 案發時是24歲的理想主義者 滿懷熱心的年輕人 他當選區議員 盡一切努力槍到他相信是對的事 他不是街霸或者暴力小子 又說如果形容同樣由他代表的 袁家衛是天真 年輕過袁家衛的馮達進更是熱情、天真 其志最後提到馮達進親自寫的求情信 說可以看到馮達進的文筆很好 本土派也可以愛香港 陳仲恒一度質疑 求情信中見不到馮達進有悔意 其志就說 如果口說有悔意但沒有反思 都只是空口說白話 但馮達進有在信中真誠解釋他自己的心路歷程 所見所聞 而且有誠心道歉 和一般刑事罪犯說 我知錯了求法官輕判的說法有分別 其志最後引述馮達進的求情信內容 說他想向很多人道歉 包括泛民主派參選人 說自己曾經對他們抱有強烈敵意 又曾經在選舉論壇口出狂言 示意攻擊和批評他們 馮達進說希望為自身的狂妄 向他們真誠道歉 各位香港人好 我是劉澤豐 學聯抗爭者資源基金前主席 現在是參加了民主辦 在九龍西所舉辦的初選 劉澤豐的代表帶狀王錦就說 劉澤豐在廣州出生 出生草根家庭 案發的時候剛剛在樹仁大學畢業 將近24歲 一直都有做義工 參加初選是想服務社區和香港 當時亦誤信初選是合法 黃錦娟說劉澤豐的家人都有道庭支持 和他相識十幾年的朋友、同學、牧師等等 都有為他寫求情信 力靜他樂於助人、熱心服務、曾發起探訪無家者的活動等等 有朋友寄語、說雨後會是天情 黃錦娟又說 還押緊的劉澤豐沒有放棄自己 在獄中修讀中大會計課程 成績不錯 未來打算進修輔導和運動治療等等的課程 希望用他的知識服務香港 黃錦娟又說劉澤豐參與單案的時間短 落敗之後已經完結 認為他屬於其他參加者 或者積極參加者偏低一方 希望法庭量刑時 會考慮劉澤豐的年紀、經驗等等 大家好我是文協何啟明 還記得由去年8月起 我和一班70家手足 在深水埗警署門口 一起來到反暴政 何啟明由大狀阮遠慧明代表 遠慧明說何啟明是一個好人 大學畢業後加入文協 因為文協的願景與他一致 都是關心社區、服務草根階層 遠慧明又為何啟明呈上九封求情信 除了其中一封由何啟明親自寫之外 還有來自他的爸爸媽媽、兄弟姐妹、女朋友 神學院教授、校長和前立法會議員馮檢基 遠慧明說馮檢基是資深政客 也是2021年立法會選舉的參選人之一 形容那屆只有愛國者才可以參選 馮檢基就在信中提到 對何啟明服務社區、弱勢社群的熱情很深刻 而且何啟明不僅想改變深水埗區 還想香港變好 遠慧明舉例說 何啟明被捕之後 繼續跟進主教山配水庫可能被拆毀的事 有份要求政府立為古蹟 同年主教山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 遠慧明最後提到 何啟明過去三年讀神學碩士 未來只是想專注教會侍奉 不會再從政 何啟明已經深刻反省他的作為 也很難再犯國安罪行 認為少於三年的刑期 足以反映他的罪責 大家好我是黃碧雲 很多朋友跟我說今天上來論壇 小心我可能被重點招呼 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和大家溝通 代表黃碧雲的大狀審視文就提到 黃碧雲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政治科學博士 2012到2020年做了兩屆九西區立法會議員 2020年立法會選舉延期 他沒有被DQ 不過自願辭任後就沒有再參政 曾經做過理工大學的講師 審視文說前運房局局長張炳良 也有為黃碧雲寫求情信 形容黃碧雲是2019年對抗性政治的受害者 捲入這件案根本不符合他的性格 又說黃碧雲在2010年曾支持曾任權政府提出的政改 增加5個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 因為有黃碧雲的支持 先令議案最後獲得通過 反映他為人溫和、無實 希望香港逐步實議民主 其他求情信也形容黃碧雲溫和、無實 曾經就財務議案和政府合作 也關心社區健康和福利的事 審視文強調黃碧雲在單案的角色次要 說他從來沒有出席協調會議 選舉單張也沒有提過否決預算案 他也沒有簽或支持墨落無悔聲明 審視文說黃碧雲定罪是基於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的發言 和黃碧雲在論壇上的發言 重申黃碧雲在論壇上是授押才會說否決預算案 形容黃碧雲角色被動 審視文說雖然認為國安法的三級法則不直接適用在這宗案 但條文強調被告的角色仍然有參考價值 認為黃碧雲的刑責是最低級 即是屬於其他參加者 除了新西、新東的罪成被告 其他被告已完成求情